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道教发源于中国已有1700多年历史 那往前倒推呢就是那个时候 关于这一点呢我个人来说是不认可的 首先一点就是说先插一句题外话 就是当你遇到道长或者说是我们客观意义说 你遇到一个修道之人对吧 只要是道教徒你可以很客气的问他就是门派是什么 那比如说是如果是正一的呢 你就可以问什么三山滴血何处啊 云朵几何啊这类的切口 或者你直接问也行 重点呢是在他回答的答案上面 就比如说他回答你啊 我是全真道或者呢我是正一道 那细分一下比如说是天师道静明道 对吧 那么这种回答是正确的 通常来说他表明的是一种正统的教职人员的传承 因为在道教的范畴而言 道教徒通常都说啊 我们是奋道而行对吧 所以说你所属的这个门派或者宗派呢 通常以某某道而自居就意识 自己是这个大道的一个阐释和运行维护的身份 如果说你看到一些不靠谱的人 那他就会说啊我是某某派 比如说什么全真派对吧 那就上面的举例的话 也就是啊我是正一派或者天师派 这种基本上就是不正规啊 不正规 首先一点有可能是半路出家 第二点的入道时间比较短 或者甚至就不是一个道教徒 你如果说以门派来说 自己所属的时候呢 无形当中就是把自己划分到的一个支流的角度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旁门左道的 你不足以代表大道的运行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继续绕回来 为什么我一再强调说道教门派要说某某道 因为这种命名是自古以来就是这么说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不同意说道家与道教分开说 这样一个分法 首先一点它是不严谨 第二点呢 它有可能是为了方便某些人 比如说 我们经常会看到就是很多那些 比如说是大学里面的 那这种是有党员身份的一些老师 对吧 教员 或者说社会当中没有教职身份的一些所谓的 医学文化传承者 他们既要证明我不是道教徒 那我一方面呢 又要利用道教当中文化当中的一些东西 那么把道家和道教分开是最方便他们的 就说哎呀我是遵从道家 哎呀这个东西是道家的 我不是道教徒啊 我是什么什么 对吧 从我的角度来说呢 什么是道家 其实就是道教当中 哲学精神体系的本源 或者说是一个提炼的精华 所以说呢 很多人说啊 要以教团形成来切割道教与道家 我是反对的 因为这种分法来自于国外啊 国外呢 中国呢 通常都是说的是死后崇拜 对吧 死后丰盛不是活人崇拜 所以通常来说 历教都是在创教者或者这套思想体系 创立着他身后由他的传承者们自发组成的这样子一个宗教的团体 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吧 基本上活人很少会历教的啊 那 然后我们继续说就是呢 也有活人丰盛的 对吧 活人历教 那有哪些呢 就 比如说国外的某些教派 对吧 我也不说了 大家心里有数啊 那有人会说张道林他也是活人历教 错了啊 祖天师张道林呢 他历正一教的时候 他也是什么上述皇老 他不认为自己是那个创教人 他只是秉承他们的思想 他不会把自己立为这个道教的开端 你问他敢不敢这么说 你是身后一切道教的开端 他估计自己都不会承认 对吧 然后呢 你这样子一定要什么 以分阶段道家道教分啊 其实就是解构道教 以一种白马非马的思路什么呢 做去道教神秘化的这样一个行为 而我认为呢 道教历史需要追触到的是什么 道教的早期宗派 而这些宗派则远远早于我之前提到的 祖天师张道林创立的正一天是道 那这方面的记载其实有很多啊 大家都随便搜就有 比如说呢 先秦时候有什么方仙道 然后两汉时期呢 有什么黄老道 对吧 乌鬼道 然后末期什么五斗米道啊 太平道啊 这一种 那么在这里我比较建议大家怎么分类 其实我就很奇怪 就是说为什么对于佛教是一个分法 对于道教一定要割开啊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看佛教的历史 它分好几个阶段 首先是原始佛教 或者说根本佛教 之后呢 再产生的是不派佛教 不派佛教有吸收 有合并 对吧 然后呢 再还有就是传入国内汉化 然后形成了现在广义上的几大佛教分支 比如说汉传佛教 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 但是大家要注意 从原始佛教 或者根本佛教起 这一系列 它都是把它分为佛教的 而不会说分一个什么 佛家阶段 或者说世家阶段 对吧 那么 我也要说明一点 就是说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 无论是说是 奉道而行 对吧 道为万物 万书万物之母啊 这种说法 或者说呢 其他一些哲学观 思想观 它其实都是影响后世 道教直至到张道林教族手上完善出一个宗教性质的团体 它是有一个因果和传承关系的 但是你不能够说直接把它硬生生的剥开啊 说精神层面的哲学层面的是道家 然后呢 搞那种什么仪式的那种偏迷信的才是道教啊 这个我认为是不对的 然后呢 我再说一下 它这个根本佛教时期 对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是以公元前五百多年 那个释迦摩尼 也就是佛陀又称乔达摩西达多为初始的 他当时留下了很多的学说 比如说四圣地啊 八正道啊 很多的东西呢 都是它的原始理论 佛教呢 也是把这些都归为他们自己的 包括大家都承认 对吧 那么 但是呢 它整体的那套东西 放到我们现在角度来说呢 都是碎片化的 并不是它本人传下来的 根据佛教他们自己公认的一个历史记录 也就是在什么 佛陀涅槃之后啊 注意是涅槃之后 大弟子加叶尊者召集五百比丘 在什么 摩羯图国王摄成 进行了为期七个月的集结 由家业主持 由多文第一的阿南 然后呢 根据记忆宋经 由持戒第一的呢 优伯礼宋记 然后呢 大家在全体核对啊 修改啊 补充啊 并记录下来 然后集结了 又集结了两次 其实就是后面一个修订 才形成了什么 禁律论三藏 大家觉不觉得这种弟子回忆整合 有点像什么 孔子论语是这么出来的 对吧 那么 所以说了 这就很奇怪了 一说到佛教 你就要追溯到释迦摩尼 对吧 一说到儒家 或者也有说儒教的 就要追溯到孔子 但是一说到道教 就一定说是以张道林为节点 往前的都不算 说难听一点 这种区分方法 从我的角度来说 是有点双标的 然后呢 所谓的就是以教团论呢 区分是因为什么 张道林划分了24制 因为张道林设了各个品级 然后还要配福禄 但是从一个组织发展阶段来说 这种品级或者去划分 其实中国早期的那些道教团体 他们也在做 只不过呢 一个是当时历史记录比较少 第二个呢 就是说地域比较狭窄 不至于要分24制 那么扑的那么开 对吧 然后呢 我再绕回一点说 那我们也可以 就是按照佛教这种分法 比如说根本道教时期 就比如说呢 老庄杨烈时期 对吧 那宗派道教时期 比如说呢 我就说那个 之前的那些什么方仙道啊 这一类的东西 然后呢 是教团道教时期 对吧 然后呢 再从明朝 元明二朝开始呢 再分一个所谓的 二元道教时期 因为这个时候呢 中国的道教的小宗派 都由分南北 划分为了权政和正义了 然后分为他们当中 再细分下去的宗派了 然后呢 我还要说一点 就是说 大家都知道 道教信仰核心是什么 一个是心斗崇拜 讲究的天然感应 还有呢 神仙崇拜 以流俗与民间呢 就是祖先崇拜 和先前丰盛 对吧 那么把这两点 统合到一起的呢 就是背后万事万物运行的规律 也就是大道 那么大道这一个概念呢 就是老庄时期产生的 然后呢 我之前说的就是说 道教门派 以正统自居的呢 都会自命名为某某道 那房仙道 黄老道 乌鬼道 他们都是以道命名的 体现的呢 也是我之前提到的 这个信仰核心的一个角度 和自己的一些禅室 然后呢 我也看到有人会说啊 这个 道教还分什么 福尔派啊 行器派啊 房中派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为什么 就是说 这只是你修炼的一个方法 你就算修房中呢 你也要行器的 不是说不行器啊 那福尔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那大家都要做的 只是侧重点不一样 你就包括 佛教也没说瑜伽 根据不同的瑜伽来分个派吧 对吧 也有说是啊 将阴阳五行分出去 号称的方式和道式不是一种啊 但是实际上要这么说 就是说道式这个说法 是远远远于就是老庄时期的 那具体有道式这个说法呢 是两汉相交的时候 比如说就汉书 对吧 金房传呢 说有道术之人士 就是道式的一个比较粗具的图形 但是当时没有说 专指宗教意义 比如说呢 有说是古之道士 有言曰 将于无灵 故守亦德 这里的道士呢 通常都是指的有德之人 有道之人 那包括具备了宗教含义之后的道士呢 也不是专指道教徒 我们可以看什么 南奇书顾欢传当中说的什么 道士与道人占如墨 就是呢 就是说道教的那个和某个宗教的人占如墨 为什么说某个宗教呢 因为这里的道人和道士 它不是一个宗教的 这里的道人指的是当时的佛教徒 所以说你一定要把方式和道士做一个切割 我认为这是不完全的方式 只是道士之前的一个称呼而已 因为呢 方术这个词出现的比较早 而道术是因为有了道士才产生道术 方式呢 是因为先有方术再产生了方式这个称呼 那么方仙道当中最早出现在史籍当中的呢 就是这个常虹 对吧 称他为阴阳之血 名鬼神之士 然后呢 就很多人说方仙道 虽然是道教的出席组织 但是没有教团 这很正常 为什么 我说的就是说以教团来区分是不合理的 因为呢 早期的道教的教派 他都是依附于什么 当时统治者的政权 他们只是一些乙方 他们顶多是有经典或者思想上的传承 你组织他不可能立组织的 对吧 你背着当时的统治者 你搞自己一套组织架构 你是要造反吗 我只想这么说 包括呢 我其实留意到从 呃 零五零六年之后吧 有很多的著作呢 谈及道教的时候都逐渐的会把什么方仙道 皇老到华归道道教之中了 也就是把道教从祖天师立教推到了什么 呃 先秦时期 甚至于春秋战国时期了 呃 也就是对那种以往把道家道教割裂的这种说法的一个反驳 那中国宗教最有趣的其实就是精神心理的哲学层面 对吧 还有呢 也有很多流俗的这种民间的东西 就是有高有低 对吧 有是有的是阳村白雪 也有的是夏里巴人呢 呃 传入国内的都一样 不是针对道教 各个都一样 呃 比如说啊 那个大家如果说去江浙福建的农村去看一下他们当地那些呃 村镇的那些基督教的信徒他们是怎么做的 或者呢 大家还可以跑去看一下那些呃 就是不是很正规的寺院 就是国家所说的民间信仰团体就理论上不是一级一级一级宗教场所 他是不准不能够住宗教人员的 那种寺院里面 对吧 那些所谓的和尚大师 他们会不会啊 也给你看个像啊 呃 披个八字之类的 所以近几年呢 尤其是浙江省规定了 就是说寺院里面的佛教神职人员不允许从事所谓的算命看相等数数内容 而这种 而这种我在回归原点就是说这种呃 道教道家割裂的分类方式呢 我一开头就说的是国外的一种思路啊 呃 我这里呢 基本上可以说是两种方法 两种两种源头都是从日本那边传来的 因为日本其实对道教的一个研究很深刻 很深刻 呃 我比较赞同就比较贴合我的看法的呢 就是说是心目直良的看法 呃 虽然他描述的不全面 他主要是详述了呃 道教初期 对吧 把初期分了一个阶段 呃 但是呢 他这里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就分为什么 神道时代 杂起时代和天使道时代 也就是说他把之前的都划到道教范畴里面去了 那么道家道教割裂的看法 他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另外一位日本学者 他叫长盘大定 他把道教时期分为五个时代 第一个呢 是开教时代 也就是说他认为是从 呃 天使道 立教才是道教的开教时代 之前的不算 第二个呢 就是教会组织时代 第三个呢 是教理研究时代 第四个呢 叫教权确立时代 和第五个继承退化时代 我认为他这个分法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啊 那么我为什么反对就是说这种分法 一方面就是我站在道教教徒的角度来说 还有一方面呢 就是我根据文化传承 我也认为这个分法不对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 就是说呃 大家要知道一个宗教 他能够存在 他能够延续 他能够发展 一个是依靠信徒坚定不移的信仰 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教理教义当中的神秘学的色彩 如果说你把宗教用一开始 我说的白马非马的方式 分阶段的解构化了 拆解化了 把神秘主义的这些内容全部抹杀了 那你其实就是在什么 就是在杀死他的活力 消灭他的活力 呃 这也是很多学界理论所不支持 这也就是为什么 呃 神学和哲学 他不是一码事啊 就这么回事 所以你问我 对吧 道教历史有多久 道教发源于什么时候 我作为一个道教徒 我肯定会告诉你 就说以老子为始 对吧 那么 我如果说 呃 在 以就是说宗教声明 就道教内部声明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话 我如果说 以皇帝时期为始 那如果我再跟你捧着经典 我们说这个时候 那我肯定会说上述到什么 原始天尊时期 这就是我的立场和我的看法 但是无论如何 呃 摆脱一个 道教教徒的身份 你 让我说 呃 就是道教是以天师道 以张道林为始 我认为也是 片面的 也是不客观的 呃 好了 今天的忙忙论道呢 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我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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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是